就有的诸葛城 有一个读书人 叫桑士宇 桑士宇因为喝醉了酒 说了几句戏言 触怒了县里的豪强 这个豪强记恨在心 就作使加奴狠狠地乱棒打了他一顿 桑士宇伤得很重 奄奄一息 家人刚把他抬回家里就断了气 一双眼睛睁得老大 桑士宇有两个儿子 长子叫桑辰 次子叫桑李 还有一个女儿名桑三官 十六岁 已经定下了出嫁的日子 因为父亲突遭变故寒恨而死 就推迟了婚礼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桑辰桑里俩兄弟未复申冤 到县里告状 一年多了 案子也没什么着落 桑三官的女婿家就派了人 来拜见桑三官的母亲 委婉地请求从全处理 把二人的婚给结了 桑三官的母亲考虑再三 觉得也有道理 正要答应 桑三官走进厅堂 说哪有家父尸骨未寒就办喜事的 难道他们家没有父母吗 女婿家听到这个说辞感到很惭愧 就不再提结婚的事 不久 商臣商礼俩兄弟官司没打赢 怀着一枪冤屈回来了 一家人悲愤不已 恨苍天无眼 兄弟俩商量之后 觉得还是把父亲的尸体留着 也好以后再寻机会向官府诉讼 桑三官就说 人都被杀了 官府却不理命案 可见师道就是这个样子 难道指望老天会特意为你兄弟二人 派一个阎罗包公来 父亲尸骨一直不能入土为安 于心何忍啊 兄弟二人觉得桑三官说得很对 就把父亲的尸骨给埋葬了 下葬后 当天夜里桑三官就消失了 不知所踪 桑三官的母亲又惊又怕 唯恐女婿家知道桑三官不见了 也不敢告诉亲朋好友 只是嘱咐两个儿子 暗中悄悄地查找女儿的下落 半年都快过去了 一点阴信也没有 正值豪强兽淡 要搭戏台 唱戏歌舞为他祝寿 一人孙淳领着两个弟子前来表演 一个徒弟叫王城 姿色平平 然而声音清脆悦耳 大家听了都拍掌叫好 另外一个徒弟李玉 长相清秀 面容如同女子 有人大声叫着让他唱歌 李玉以不太擅长为由加以推辞 听众起哄不一 李玉不得已就唱了起来 所唱之声夹杂着李玉童谣 本地口音很重 满座听众又是鼓掌起哄 孙淳很是不好意思 羞红了脸对主人说 这个孩子初学不久 记忆不经 也就只能给倒倒酒 千万不要见怪 不等主人开口 孙淳就叫李玉拿起酒壶 给桌上人针酒 李玉跑来跑去的殷勤时候着 他善于察言观色 横讨豪强欢心 酒中人散之后 豪强把李玉留了下来伺候他休息 李玉替他把床铺好 脱下鞋子 十分殷勤地伺候他睡下 豪强嘴里还说着 不着调的罪话调戏他 李玉勉强地露出笑容 豪强更是神魂颠倒 就把其他家仆都赶了出去 只留下李玉一人伺候左右 李玉带所有家仆都出去后 和尚们落下了门栓 家仆们另外找了个地方开怀畅饮 不多一会 就听到豪强的屋子里 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 一个家仆过去查看究竟 只见屋内屋漆抹黑 寂静无声 家仆觉得不打紧 刚要转身离开 忽然听到特别大的响声 如同悬着的众舞绳索 突然断了落在地上 家仆就向屋里喊话 并没有得到回应 就大声呼叫起来 众人来到后踹开房门 只见主人已经伸手一处 李玉悬梁自尽 只是绳子断了 尸身掉在地上 房梁的木柱子上 还有半截绳头缠在上面 众人大惊失色 赶紧通报内屋的女主人 一大家子围成一团 百思不得其解 众人七手八脚地 把李玉的尸身移到庭院中 觉得骑血瓦之中空空如也 解开后 只见一双白净的小脚 原来是个女子 众人更是惊骇 就把孙纯叫过来追问详情 孙纯更是惊骇莫名 一片茫然 不知该如何回答 只是说 一个月前 李玉前来投奔拜师学艺 愿意一同前来祝寿 实在不知道她的来历 因为她身上还穿着校服 就怀疑是商家派来的刺客 暂时安排了两个人 寻夜看守着她的尸体 李玉的容貌还活生生的 摸了摸 四肢身体还很柔软 余温尚存 两个看守的仆人银心顿起 就偷偷地商量着要糟蹋她的尸身 一个人抱着尸体转了个方向 正要解开李玉身上的衣袋 突然脑袋上犹如被重物击中 投鼻之中 血流如注 请客间命丧黄泉 另一个人吓得魂飞魄散 赶紧跑走了 将经过告诉了众人 众人对李玉净若审明 豪强家把这事告到知府那里 知府就派牙医把伤臣和伤理叫来审问 两个人都摇头说 不知道 只知妹妹离家出走 已经半年了 牙医带着她兄弟二人前去认识 果然就是伤三官 官府觉得这个案子很奇特 判决伤家俩兄弟 将伤三官的尸身抬回去安葬 设令豪强家不得复仇 意识是约 家里生活着欲让一样的女豪杰而不知笑 那她兄弟二人作为大丈夫 也就可想而知了 然而 伤三官的为人 就算是唱着风潇潇西一水寒的 刺琴壮士荆轻 也应该感到自愧不如 何况是上那些随波逐流的庸禄之辈 西纪天下规格中的女子 都买来丝线绣上伤三官的肖像 这样的功德丝毫不亚于祭祀壮谬侯关羽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官不究其罪 则私立为子 金国胜于须美 杨鱼卫 为了潜心读书 就搬到四水河边居住 书斋四周空旷无人 许多废弃的古墓就在院墙外不远处 这一天夜里 听着窗外风吹白杨的萧萧之声 如波浪翻涌 乌乌叶叶 夜色已深 杨鱼卫手持蜡烛 听着风声 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凄凉之感 忽然听到院墙外有人吟诗 诗曰 悬夜漆风雀道吹 流莹惹草傅瞻尾 来来回回地吟诵这一句 声音哀婉七侧 仔细倾听 声音婉约纤细向似女子 杨鱼卫不禁一斗丛生 一日 杨鱼卫有意到院墙外边看了看 地上并没有人的足印 只有一条紫色的袋子 一落在荆棘丛中 杨鱼卫将紫袋捡了起来 回屋后将它放在窗台上 这天夜里二更许 又听到昨夜的银额之声 杨鱼卫就搬了张矮凳子 站在上面向墙外张望 银额之声戛然而止 杨鱼卫突然明白 吟诗之人是个女鬼 然而心中对她却十分地向往倾慕 第二天晚上 杨鱼卫引伏在墙头上窥伺 一更快要过去的时候 有一个女郎从草丛中轻盈地飘了出来 一只手扶着身边的小树 低头吟诗 声音哀晚 杨鱼卫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女郎身子一闪 躲入荒草丛中不见了 于是杨鱼卫就藏身墙下 直到听她吟完事后 就在隔壁跟着续上了一句 幽晴苦续何人见 翠舅丹寒月上时 过了好久 四周一片去计 杨鱼卫就回到屋里 刚坐下来 忽然见到一个绝色女郎 从门外走了进来 向杨鱼卫脸认施礼道 原来君子是风雅文士 我却躲着不敢相见 实在是多想了 杨鱼卫喜笑颜开 拉着女郎坐了下来 女郎身子瘦笑 双手冰凉 一副若不禁风的样子 杨鱼卫问道 什么地方人 一直寄居在这里吗 女郎回答 我是隆西人 跟着父亲来到此地 后来定居了下来 十七岁那年 突然得了一场大病就夭折了 到如今已过去了二十多年 九泉之下 身处荒野 如离群的鸟儿一般孤单寂寞 所吟诵的诗 是我自己所作 用意寄托深藏内心的遗恨 想了好久也没想出下一句 得到你所续的家具 泉下足感欣慰 杨鱼卫心惊摇曳 想要和他行雨水之欢 女郎皱着眉头说 坟墓中的一堆手骨 比不得活人 行了男女之事 会让人短受 我不忍心祸害于你 杨鱼卫听了此言 收摄心神 不敢再生冒犯之念 杨鱼卫将他袖足捉在手中把玩 就见到脚上穿着月白色的紧袜 记着一缕彩线 再看另一只脚 却是用紫带记着 杨鱼卫问 为何不都用紫带 女郎道 昨天晚上被你吓了一跳 躲避的时候不知道遗落在哪里 杨鱼卫说 我来给你换上 就从窗台上取下紫带递给他 女郎惊讶地问他从哪里找来的 杨鱼卫以实情相告 女郎解掉丝线 重新系上紫带 然后翻了翻桌子上的书 忽然见到连昌公词 感慨地说 我活着的时候最爱读这首词 今天看到他 就好似身在梦中 杨鱼卫和他谈论诗文 女郎聪慧敏捷 机灵可爱 二人忘了周遭误事 席窗下共见花竹 彻夜长谈 便如觅德之音 相见恨晚 从那以后 每天夜晚只要听到 轻微的银额之声 转瞬女郎就到了眼前 然而女郎叮嘱杨鱼未到 这是只能你一个人知晓 千万不要对他人讲 我小时候就胆小羞怯 就怕受到恶人侵犯骚扰 杨鱼未点头答应 二人相交 如鱼得水 虽然没有越过雷池 然而同处一世之中 亲密之情胜过了丈夫给妻子化眉 女郎于灯下给杨鱼未写字 字体端正交好 又自己挑选了一百多首功词 抄录下来 摇头淫恶 还让杨鱼未摆好棋屏 买来琵琶 每天晚上不是教杨鱼未下棋 就是教他弹琴 女郎一指勾弦 唱娇窗淋雨的曲调 让人心酸不已 杨鱼未听到后来心都要碎了 赶忙摆手 女郎就为他换成小院英生的调子 杨鱼未听了顿时就觉得心情舒畅 光风尽月 二人挑灯自乐 不知不觉天就到了拂晓时分 女郎见窗户上有了一缕亮色 就慌慌张张地走了 一天 好友学生前来拜访 艳阳高照 杨鱼未正在睡大觉 学生见屋子里摆放着琵琶 还有一盘没下完的棋局 学生心想 这杨鱼未之前是不会下棋 不懂音律的人 心中就觉得奇怪 学生又翻了翻桌子上的书 一眼瞧见抄写的公词 字迹工整 娟秀好看 更加一心重重 正好杨鱼未一觉睡醒 学生就问 乐剧和齐平哪里来的 杨鱼未装腔做事的道 正打算学一学 学生又问抄写的诗词是谁的手笔 杨鱼未就假托是一个朋友写的 学生翻过来调过去的看那诗词 最后有一行细小的字体 某月某日连锁书 学生指着杨鱼未笑着说 连锁是女郎的小字 你这家伙瞒得也太紧了 他不是金屋藏娇吧 杨鱼未顿时满脸通红 张口结舌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学生就不停地追问 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 杨鱼未一开始还嘴硬 不肯吐露一个字 学生就苦苦相逼 搞得杨鱼未很是狼狈 不得已就把连锁的事情告诉了他 学生请求见上一面 杨鱼未就告诉他 连锁早有叮嘱在先 不愿意与外人相见 学生仰慕之情更是激增 迫切想要与连锁相见 再三求恳 杨鱼未碍于面子 勉强地答应了他 晚上 连锁来了 杨鱼未就把学生的念头 告诉了连锁 连锁勃然大怒 赫道 我跟你怎么说的来着 话咋这么多 嘴上难道就没个把门的 杨鱼未盲为自己变白 说是学生发现了蛛丝马迹 然后再三相逼 连锁板着脸道 我和你缘分已尽 杨鱼未见连锁是真的生气了 连忙好言好语的宽慰 连锁仍旧郁郁不乐 就起身告辞道 我暂且闭上一闭 第二天 学生再来拜访 杨鱼未就把连锁的意思 委婉地转告了他 学生怀疑杨鱼未敷衍他 黄昏时候 带了两个同窗好友 又一起来到杨鱼未家 逗留不走 故意瞎捣乱 一整夜的大声喧哗 搞得乌烟瘴气 杨鱼未也不知翻了多少个白眼 却无济于事 一连几个晚上都不见连锁的身影 众人也觉无趣 碎生退役 不打算再这么闹腾下去 吵吵嚷嚷的声音也渐渐停息 正准备走人时 忽然听到银额之声 众人屏息静听 妻妾婉转到了极点 学生正竖着耳朵宁神倾听 他们当中有一个习武之人王某 抓起一块大石头就砸了过去 大声叫道 星星作态 还不愿见人 什么好词 乌乌叶叶 漆漆策策 让人尾食不痛快 银额之声立马断了 众人纷纷埋怨王某 杨鱼未更是脸色气愤 言语上也不再客气 第二天 众人没了兴致 也不好意思再抢流 善善绝对离去 杨鱼未一个人孤零零躺在书斋的床上 痴痴地眼望窗外 希望能再见到连锁 缺半点影子也没有 过了两天 连锁忽然来道 哭着说 你招来那么凶恶的宾客 把我下个半死 杨鱼未慌慌张张地给他道歉 连锁突然走了出去 说道 我就说我们的缘分到了 从此诀别 杨鱼未伸手想去拉住他 却已渺然无影 就这样 又过了一个多月 连锁再也没有现身 杨鱼未心中想念 行销鼓励 却也无法挽回 一天晚上 杨鱼未戒酒交仇 正在自贞自饮 忽然连锁先开门帘 走了进来 杨鱼未喜不自胜 急问道 你原谅我了 连锁泪下两行 胸前湿了一片 只是沉默不语 杨鱼未连忙问他 怎么了 连锁开口刚要说话 又咽了回去 道 当时赌气离开 如今又急着来求人 实在是惭愧 杨鱼未追问再三 连锁这才说道 也不知从哪里 来了一个龌龊的鬼力 非要逼着我做他的小妾 想来我也是清白人家的子女 岂能委屈自己 嫁给一个下贱的小鬼 可是我这么一个柔弱女子 哪有能力抗拒 如若你能念在我们之间 多日相处的份上 定然不会听之认之 放之不管 杨鱼未当即义愤填膺 拿出了一副拼死的尽头 但是考虑到人鬼疏途 却帮不上忙 连锁说 明天晚上你早点睡 我于梦中邀请你到阴间 于是俩人和好如初 又风声笑语地畅谈起来 面对面地坐着 直到天色微亮 连锁临走时 叮嘱杨鱼未 白天千万不要睡觉 留着等到晚上所约 杨鱼未一口答应下来 因此到了午后 杨鱼未就饮了几杯酒 趁着三分九亿 上了床 把衣服蒙在头上就躺了下来 突然连锁走了进来 递给他一把明晃晃的佩刀 牵着他的手走了出去 来到一个院落 刚关好门 就听到有人握着石头拍门 连锁惊慌地说 仇人来了 杨鱼未打开门 跳了出去 只见门外站着一个人 戴着红帽子 一身轻衣 嘴巴四周长着如钢针一般的胡须 杨鱼未怒声呵斥 鬼力横眉怒目 双眼充满仇恨 口出乌颜 大声谩骂 杨鱼未怒不可遏 冲了上去 鬼力捡起石头支了过来 一个接着一个 如同咒语一般 打中了杨鱼未的手腕 当当一声 配刀吊在地上 正在危急时刻 远远地看到一个人 腰跨攻时 在天野上射箭捕猎 仔细一瞧 是王生 杨鱼未大声呼喊 祈求救援 王生张弓 急尺而至 一剑射中鬼力的大腿 在一剑正当胸口 将其设臂 杨鱼未高兴坏了 连连称谢 王生问 发生了什么事 杨鱼未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一告知 王生大喜 之前了得罪连锁 这下子可以将功赎罪了 就和杨鱼未一起走进连锁的闺房 连锁一见王生 战战兢兢 畏畏缩缩 远远地站在一旁 不敢吭声 书桌上放着一把小刀 仅有一尺多长 镶嵌着金玉宝石 拔出刀身 光可见影 锋芒逼人 王生爱不是手 大家赞叹 王生与杨鱼未聊了一会 他见连锁惊慌害怕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 就走出房间 告辞而去 杨鱼未也独自回家 刚出门就扑倒在地 于是一下子惊醒 耳边一片攻击的打鸣声 感觉到手腕上一阵剧痛 早上再一看 皮肉红肿了一大片 中午时 王生过来相见 谈到昨夜所作之梦 觉得惊奇 杨鱼未说 不会是梦到射箭了吧 王生很惊讶 杨鱼未居然知道他梦中的情景 杨鱼未伸出手给他看 并且告诉了他其中的缘由 王生回忆梦中连锁的角色容貌 遗憾不能一见真身 王生自存有功于连锁 再次请求一睹连锁容颜 晚上 连锁过来道谢 杨鱼未将功劳算在王生头上 而且转达了王生诚心诚意 想要见他一面的愿望 连锁道 寿人恩惠 绝不敢忘 然而 他那啾啾五夫的样子 我实在是怕得紧 接着说道 他喜欢我的配刀 其实那把刀是我父亲初始月终时 花了一百两黄金购得的 我将它视为珍宝 缠上金丝 镶嵌明珠 父亲大人心疼我早年夭折 就把配刀作为殉葬之品 今日愿意忍痛割爱 宝刀赠英雄 剑刀如同剑人 第二天 杨鱼未把连锁的心意转告王生 王生得一宝刀 喜上眉烧 到了晚上 连锁果真把配刀带来了 道 告诉他小心珍重 此刀不是中原物产 从此以后 如初始一般 往来相见 过了几个月 连锁忽然余灯下 笑意盈盈地看着杨鱼未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却羞红了脸庞 三番两次都没有说出口 杨鱼未伸手将他搂入怀中 问他到底什么事 连锁回答 这些日子 这些日子以来 承蒙你的倦爱青睐 我感染活人阳气 吃了人间炊食 肿中白骨 突然有了生机 只需要些许活人的精血 就可以重回人间 杨鱼未坏笑着说 是你自己不肯要 哪里是我故意舍不得 连锁说 焦合后 必然要生一场大病 要十几天 然而也是要时可以治愈的 二人这才真正喜结莲芝 乌山云雨 势必穿衣起身 连锁又道 还需要活人一点鲜血 可以拼着疼痛在线上 一点爱心吗 杨鱼未二话不说 取出一把尖刀刺向手臂 鲜血顿时冒了出来 连锁躺在睡榻之上 让杨鱼未将鲜血 滴在他的肚脐之中 连锁起身后说 我不会再来了 你记着一百天之后 看到我的坟前 有青鸟在树枝上鸣叫 就立即把坟刨开 杨鱼未恭敬地 一一记在心头 连锁出了门 又不忘叮嘱道 记好了 一定不要忘记 早了晚了都不行 说完这才走了 过了十多天 杨鱼未果然生病 腹部胀痛 彼死了还难受 请了医生煎了药 喝下去后 拉下来一堆 如烂泥一样的污秽之物 过了十二天 病就痊愈了 算着到了百日之期 杨鱼未让家人 扛了铁叉在坟边等候 到夕阳快要落山的时候 果然有两只青鸟在之头叫了起来 杨鱼未高兴地说 可以了 家人就斩去荆棘乱草 挖开坟墓 只见棺木已经腐烂 然而连锁相貌却如活人一般 用手摸了摸 微微有温暖的气息 蒙上衣衫 抬了回来 将她放在温暖的地方 听到羞羞的吸气之声 如若油丝 渐渐地给她喝一些汤汁 到了半夜苏醒了过来 连锁眉眉对着杨鱼未说 二十余年全下生涯 如同做了一场梦 正是杨氏多恶人 阴间有恶鬼 夜梦河所见 地府除妖魅 薄刀一丈夫 枯肿睡红粉 青鸾之投明 阴阳气魁违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